消息 羅馬尼亞首都附近一處液化石油氣的加氣站 在今天發生兩起爆炸 造成至少一死33傷 畫面上可以看到加氣站不斷冒出濃煙 消防員趕緊灑水滅火 根據羅馬尼亞緊急情況應變單位 在第一起爆炸之後 火勢蔓延到兩個主存槽 影響附近移動防射 導致半徑300公尺範圍之內都必須要進行疏散 當局也趕緊派出25輛消防車 不過在第二次爆炸之後 造成26名消防員受傷 內政部副部長就表示 目前火勢尚未撲滅 而且現場還有第三個主存槽 陷入因此陷入風險 有可能再次發生爆炸